韩式紫菜包饭 做法很简单 米饭加一点炒过的白芝麻和盐 搅拌均匀 准备食材 取个紫菜片 米饭铺满一半 铺好米饭之后放入黄瓜 腌黄萝卜 还有胡萝卜 鸡蛋 午餐肉 蟹肉棒 或者你喜欢吃的其他 像我这样从底部卷起 用手一边按压一边卷 这个过程要压得紧实一些 做出来才不会松散 这样一点一点卷之后 再用手将它卷一圈 捏紧 好 这样就卷好了 然后我们将它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 看 做好了 加点沙拉酱 或者你喜欢的料汁